Hello,大家好,我是狼仲 这就是刚刚发布了热乎的荣耀平板V8 Pro 全套,大全套套装 我们先看平板 盒子呢,没什么可说的啊 上一个几乎是一样 希望我是这个素皮板啊 橙色的素皮板看着特别好看 这里还有Magic OS的字样 果然是橙色 这个橙色和Magic OS的素皮 染力层是一样的 特别好看这个橙色 看一下 它这个充电器是第一次建的 是一个35瓦的充电器 第一次在荣耀的产品上建的这个规格的充电器了 看一下35瓦的规格 它数据线是什么颜色 白色 好久没见到白色数据线了 我们再来看它这支笔啊 Magic Pencil 3 第三代产品啊 是有一个笔件 就一个笔件 一个备用笔件 笔的话 外观上没有太大区别啊 差不多和上一代 不出意外的话 它是可以吸在这的啊 是的 再来看它的键盘 键盘和上一代是不一样的啊 上一代是一个悬浮键盘 这一代我看包装不适了 非常暴力啊 它整体的结构和上一代是不一样的 上一代是无线连接 然后下面和平板上都没有触点 这个它这里是有触点的 它这个阻尼是跟着的 比较强的呢 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背后是有一个对应的注点 同样也是磁锡啊 它这里也是有磁锡的 严丝合分 总体呢 就是这儿的一个结构 再搭配上笔 这就是它的一个完全体 这种形式 开机来看一下 开机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键盘 键程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接近于荣耀笔记本的那种键盘 而且呢还有它带灯 大写实带灯的 触控板的面积呢也很大 不小了 说实话不小了 看一下 感觉还可以 有笔记本的感觉了 Viva Pro的中框呢 是标准的金属结构 左右两边呢 有四个扬声器的开孔 上边和右边还集成了三个麦克风 它的后置扇摄像头呢 是一颗1300A像素的摄像头 F2.0的光圈 三分之一英寸的底 前置呢 是一个800A像素的前置镜头 在平板上是够用的 荣耀平板Viva Pro 这块屏幕可是凶的很啊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刷新率啊 它这次直接把刷新率干到了144赫兹 而且呢 Magic VS这个 类自然光互眼模式 它上面也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块不同材质的屏幕 但是它在相同的设置下 这个色彩可以做到几乎一样 Viva Pro上这块屏幕 我感觉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 好了 荣耀平板Viva Pro的第一时间开箱体验 先到这里 马上准备游戏性能 影音娱乐 办公效率方面的测试